做好準備一躍而下 潛水人員下水檢查 油艙油孔位置 要準備進行抽油作業 14號事發至今迈入第四天 目前還有永興發168 和順天606兩艘船 因船體倾斜擱淺西子灣 港務公司除了吉家派人力 也放置燃油所阻隔油屋 這兩艘船 它在這個海浪的過程裡面 有受到一些擠壓破損 所以它的油艙 油櫃 還有這一些油孔都有受到變形 所以我們會採取另外磚孔的方式 來進行抽出一個工作 油屋的進度 我們已經估算大概80%以上 隔著一條藍油所 可以看到海水和黑色油屋 順利被阻隔 前一天大批工作人員 更是在岸邊大量施放吸油棉 對比16號的空拍畫面 可以看到油屋確實減少不少 海洋受油污染不但學者擔心 影響瀕臨絕種台灣特有的保育類 柴山多杯孔珊瑚 就連靠海生活的漁民也心急如焚 擔心補回來的魚受到污染 那我們會遵照副署長的給我們的提示 我們會在7到10天裡面 盡快把這邊暗器的油污進行處理 盡量降低對生態的一個衝擊 船務公司表示經過評估 17號下午就可抽油 之後再打撈兩艘漁船 預計一週內就可以清理完畢 搶在最短時間內降低油污 對生態衝擊 記著陳盛義縣居眾李毅璇 高雄報導